是什么原因让身体素质并不是很好的他成为侦查病例的佼佼者 是什么法宝让一切从零开始的他收获了大家的认可 居旅人生即将为您播出 武重良 姓武 爱武 更精武 军队是战斗队 政委也首先要当好战斗员 更要当好指挥员 军事素质硬 指挥素养高 应该成为政委的一个特色 一个标准 一个品牌 加油 加油 我叫吴重良 今年48岁 安徽宿州人 现任陆军第80集团军 某特种作战政委 攀登 潜水 格斗 跳伞 我样样精通 祖训事教 指挥谋略 科学带兵 我同样拿手 从军28载 我先后容力一等功一次 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六次 多次带队参加全军军事比武 国际特种兵竞赛 队员中 三十六人次容力一等功 六十七人次容力二等功 七人 被数为全军先进典型 一手老捡 一身伤疤 一群弟子 是我最引以为豪的勋章 然而 从带领队员摘金多云的教头 转变为政治工作干部 我却第一次感到了迷茫和彷徨 但我的经历让我坚信 艰难任务看主观 政委更是指挥员 军事不过硬 微信从何谈 我的故事有写信 我的生命有激情 信武爱武更精武 我是政委武中良 是的 特种兵的特就在于 他们往往能够完成许多 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 可能很多人觉得 能够成为特种兵的人 一定是天生就具有超乎常人的体质 可作为一名政治工作干部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武中良 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 只要方法得当 身体素质并不突出的人 照样能够成为特种兵里的佼佼者 五月的鲁南大地 桃花盛开 春意盎然 一片平静的风景中 却隐藏着一个不寻常的危险 据可靠线报 一伙武装暴徒 藏匿于某废弃别墅 计划在当地人口密集地区 实施恐怖袭击 北部战区某特种作战旅 接到命令 要在最短时间内将其全监 朋友们 现在我们以秘密渗透 第一目标 新南侧 三百米位置 这个防防的结构 非常坚固 不宜 实施宝破 我们只有利用攀登 或者利用泡沫绳 从后侧 攀登至二楼 消灭 二楼警戒上 朋友们 实话清楚 行动 特种兵的主要任务 是袭扰破坏 敌后侦察 获取情报 以及反恐怖和反劫持等 当天的行动正是他们的强项 可犯罪头目所在的三楼 很可能存有炸药 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不敢有丝毫大意 要想突入三楼 最佳方案是从楼顶锁降 可别墅是尖顶结构 锁降不仅要消耗大量体力 还有坠楼的威胁 为了防止犯罪分子引爆炸药 突击队员必须一招制敌 虽然队伍里不乏力过 一等功的特战精英 可谁的心理也没有十分把握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换随分子随时可能发现 楼下的异样 现场指挥员果断决定 亲自带人突入 射队 所降突入 制敌 尽管这只是一次精彩的实战演练 可我们依然感到不可思议 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 让这位今年已经48岁的正位 能够把这样高难度的动作 顺利完成呢 武仲良出生在完美的一个小山村 父母希望他老是本分 可他从小就是个不安分的孩子 人呢 要靠自己活个精彩 我从小 我就在想 长大了 我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 我怎么能走出这个大山 1989年3月 武仲良放弃了家里托人为他安排的在镇上工厂的工作 入伍来到远济南军区某师侦察连 每天坚持几个小时的体能训练 是武仲良多年的习惯 凭借科学的方法 全旅没有几个人能在训练上比得过他 可在当年他功夫没少下 成绩却不见提高 那时候训练他就是什么 命令式的 强迫式的 那时候没什么科学 班长说 好 我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格斗动作 我现在给你示范一个盘弹动作 你就给我练 达到生活标准就行了 他不叫你方法 政科时间练 科学时间练 白天练 晚上练 练的他们都是精疲力尽啊 跟他模样工啊 农村讲话 模样工不出活呀 没效益啊 而一想到农活 山村长大的五重梁眼前一亮 你要把这个原理搞清楚 当然了 需要什么 你得有灵活吧 你得协调吧 其实那个攀登 那个刹成上下 它也是个爆发力呀 也是个协调啊 像猴子一样 独木桥 下边不又立柱吗 那就像什么 像那个蛇一样 咔咔咔 过那个五五桩 要像什么 蜻蜓点水一样 正常还没搞游泳 我记得想 游泳怎么能学得快呀 哎 我们小时候抓过青蛙 你看那个青蛙 灯加水的糊涂多大 啪一灯加水 这个身体呲愣 就往前 蹭蹭就往前窜了 虽然缺乏理论依据 可科学训练的种子 已经在他的心底扎下了根 入伍还不到一年 身体素质并不是很好的五重梁 在全时比武中拿了四个名次 荣立个人三等功 1991年三月 已经当上班长的他 被推荐到八一军事五项队学习 我记得第一次就两个下马威 跑二十五公里呀 哇 那二十五公里啥干净 没跑过呀 在家里呀 这都跑过十公里呀 哎呀 当时死都心情都有 太苦了 太受不了了 当时洗澡的时候小便 一看 全是鲜红的鲜血 这段经历 他至今记忆犹新 可正是从那时起 他接触到了真正的科学训练 摸起我们的底儿 它是根据你个人的一个身体素质 各项素质 要制作一个科学合理的计划 就是要循序渐进 要因人而异 我想我要一年把我在军事五项队 就是科学的方法 在我带的兵身上 要给他落地开花 而且他们都掌握 科学训练 给我们的战斗力 给我们官民的身体 带来的好处和益处 从这时起 吴仲良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 加油 我叫吴仲良 今年48岁 安徽宿州人 现任陆军 第80集团军 谋特种作战 郑伟 从带领队员 摘进多云的教头 转变为政治工作干部 我第一次感到了迷茫 和彷徨 但我的经历 让我坚信 艰难任务看主观 郑伟更是指挥员 军事不过硬 微信从何谈 我的故事有写信 我的生命有激情 姓武爱武更精武 我是郑伟 吴仲良 是的 军女人生正在播出 吴仲良 姓武爱武更精武 带着先进的祖训理念 回到连队 吴仲良被破格提干 从基层连队的带兵人 到教导大队的金牌教员 从自己参加比武 荣率一二等功 到2009年 2013年 分别带队冲击国际和全军 特种兵比武 吴仲良愈发体会到 科学训练 对提升部队战斗力 发挥的巨大作用 可就在他准备将这种理念 进一步推广的时候 一直调令 却让他傻了眼 凡是那个素质好的 灵活的人 有肌肉有力量的人 灵活的人 特种兵之路 是吴仲良结合自身经历 为特战新兵 两身打造的课程 2013年底 由于军队用人方向的调整 他从远济南军区 综合训练基地 副司令员的岗位 调任某特战旅政委 而这门客 也被他带到了这里 有首歌叫征服 说我们要征服障碍 说平时你连一个固定的目标 你都征服不了 战胜不了 打仗 你怎么战胜敌人啊 这个环节 我经常讲的 身形利肉 基本素质 看哪个新民战士 敢上来给我比肌肉 好 你有基础 有自信的 来四五名 上场 哎 你们说 我还小看我们弟兄呢 哎呀 厉害厉害 谢谢 哎呦 我有点紧张啊 跟老兵也差不多了 真是不错的啊 赞你们之心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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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一块五十岁的人 哪还有能保持这种体格的 这种身材的 要么都是 肌肉上没力量 要么都是胖的不行的 像我们郑伟还是看着这么精感 你 你如果有人说到三十多岁 估计也有人相信 不行 很多已是特战精英的官兵 正是听了吴郑伟的课 才从懵懂的菜鸟找到了奋斗的方向 可当初接到调令的吴仲良 却感到了压力 说真的 这有点虚 为什么呢 你长期从事军事工作 军事工作它有点单 那么党委书记 这个政委 他是把方向 捅班子带队伍 抓全面的 那我以前从单一到合成 从军事转合到政委 你说我能没有压力吗 虽然吴仲良骨子里向来不服输 可作为政治工作的门外汉 自己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呢 就在他名字苦想的时候 一个熟人让他找到了突破口 这是2009年 我军首次参加斯洛伐克国际特种兵比武的情景 画面中这个金状的小伙子叫魏法祥 作为队长 他带领中国队 一举夺得13个比赛项目中的8个单向第一 取得金牌数 奖牌数 两项冠军 并打破6项赛会记录 魏法祥也因此荣力个人一等功 作为比武级训队的主教练 吴仲良对魏法祥印象深刻 可两人在训练场上再次见面时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从集训结束到他来之前这段时间 我身体碰到190多斤 那个时候训练量也少了 感觉第一吃老板 第二自己有一个功臣的光芒 一等功臣在旅里边那个时候 还是光芒万丈的 军事过瘾一些政治工作 你军人就是要谋打仗会打仗 如果说你说这么多年 你作为一个军人 你自身不过硬 不敢喊 看我的跟我来 你就没有资格去带兵啊 特种部队由于任务特殊 立功受奖的官兵很多 当年像魏法祥这样放松训练的人 大有人在 看着这些熟悉的陌生的 吴仲良做出了一个决定 干部封体比考 我记得第一次考是十几个不合格的 那下边的干部议论了 难道真的就一个不用吗 那我和队长 我们当我一般人 那就是不用 眼望前开啊 为了让大家心服口服 只要时间允许 他就和官兵们一起训练 政委也是指挥员 他必须要均重演员 政治工作 怎么样发挥他的直接作战功能 还是要到哪 还是要到训练场 到第一线 把政治工作做到了训练场 政治工作才有威信 才有说服力 中央的威信 也是能处理起来 在他的带动下 特战旅的风气有了明显变化 干部战士的训练热情 也空前高涨 而在获得大家的认可后 吴仲良趁热打体 亮出了他的法宝 我们特种目的的训练啊 强度大 科目危险性比较大 如果说祖信不科学的话 你比方一个班 今天伤一个 明天残一个 特别是这个战士 他每当看到一个 一个其他的战友 我看到自己的战友受伤了 殉残了 他有恐惧感 他怎么能提高训练成绩啊 他怎么能提高战斗力啊 所以说我们搞了全军第一家 训练康复中心 这个叫千拉带 有时候啊 我们的由弦管节 细弯性脱胃的 需要一个左右晃的力量 还有前后的力量 他都要保持住 才能够这个 对他的肌肉 才能保持他的身体的稳定性 这个叫万里球 这是对这个练这个手腕 和这个手指的这个功能 灵活性作用很好的 像我们这个战士 他是当时做那个单高训练的时候 手生地 因为手的力量不足 骨折了 现在呢 你看他这个两个手 往上抬 往上顶 往上顶 往下往下压 还有握 握手 两个手基本上已经恢复一致了 这些设备呢 有些都是我们单位独有的 包括一些地方的健身房呢 可能都没有我们这些设备 我觉得作用还是挺大的 因为之前呢 好多训练商 特别有一些严重一点的 做完手术之后呢 就在连里面就自己去训练 这种训练呢 并不一定科学 自从有了这个军事训练健康保护中心之后呢 他们的恢复就更快一些 就很快就立马可以投入到训练当中 与此同时 吴忠良还经常邀请八一军事五项队 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 现场指导 改进了特种射击 攀登等三十多个科目的技能和训法 在他科学训练理念的推动下 特战旅官兵的运动商比例下降了30% 训练效果大幅提升 战士的自信心更足了 你到新年上你听一听战士的呼号 你看看战士的精神面貌 现在这种自信 他往人心站 我是特努民 他这种打仗的底气越来越俗 从2009年至今 吴忠良先后为这支特战部队 培养出金牌连长庄徐舟 尖刀连长张金涛 五四清元奖章获得者吴志辉 三明双一等功臣 以及钢铁战士阿西木嘎 用力朝头的刀尖则亡兵的一大批先进典型 尽管身份一直在变 可对自身能力的要求和对战斗精神的追求 吴忠良从未改变 只有干部讲正气 官兵才会干正事 只有领导当机梁 部队才能挑大梁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当初看到特战旅的伙食不好 吴忠良就亲自到市场买菜 挑菜到炊事班改量食谱 得知战士们因为条件有限洗不上热水澡 他就亲自监督设施的更新改建 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总盯着这些小事 可吴忠良却说 战士菜里没有水 训练场上怎么流汗水 身上没有洗澡水 训练场下就要流泪水 尽管他对官兵要求很严 可私底下大家却都喜欢他 用科学组训 用魅力带兵 这就是吴忠良制胜的法宝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 只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